美玲老师我们来看看 什么样性命笔画的女人 对另一半最全心全意 我们对另一半全心全意的女人 就特别多了 其实很多女人 但是能不能经营到幸福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能够对另一半 全心全意的女人 真的相当多 这个地格 我们看地格 地格有这些笔画的人都是 比较容易成为宠夫魔人 我们来看 现在女人特别的宠男人 因为经济能力都比较好 经济能力好 而且比较舍得 而且现在女人都 比较有在工作了 所以宠夫魔人就会比较多 我们来看了这个地格 有14画 15画 16画 17 8 19 20 25 26 27 29 有这些笔画的女人 其实她对另一半 都是非常非常的 全心全意的去客户的 只要一旦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全心全意去客户 只是有的人是用到对的方法 有的人用到错的方法 我们刚刚有特别讲了 有15 20 25 26这些 她会用到的方法会比较是对的 那其他的这些呢 一样都是会对另一半 就是全心全意的 只是她会更容易宠夫 因为有这些笔画的女人 像有这些笔画的女人 其实她也不太爱做家事 她比较喜欢做职场的女人 所以她宁愿呢 我在外面工作 我回来家里 我对家庭的经济 我都贡献一些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她自然在家庭里面呢 付出的也就会比一般的女人多 更宠夫的人呢 是哪一些人呢 是有16 18 19 这些笔画的人呢 她是对另一半会更全心全意 她不只是在 在家庭的这个生活上 她对经济面呢会更付出 所以往往呢 都会比较去宠夫的那种 那像你们呢 有14 15 25 26 20的人呢 就会比较用方法 所以呢在家庭婚姻方面呢 就会比较经营的 会比较幸福